秋高氣爽的好天氣 民眾除外踏青要小心 由於目前正值虎頭風築潮季節 加上今年沒有颱風侵襲 風潮穩定而且風群的攻擊性高 布農族獵人胡敬毅最近呢 就幫助農民摘除了重達60公斤的虎頭風潮 裡頭大約有2萬隻的風 是今年以來台東最大的虎頭風潮 白色捕風往內密密麻麻都是虎頭風 再仔細一瞧不得了 竟然都是生性凶猛的黑虎虎頭 每一隻大小都超過母趾 而一旁的蜂窩更是壯觀 更驚人的是這蜂窩居然只是 原本大小的一半而已 台東鹽瓶箱捕風達人胡敬毅 日前受人之託 上山摘除了約60公斤重的虎頭蜂窩 不僅是他今年摘除的第15顆 也是體積最大的一顆 雖然蜂巢未能保留原始壯觀形狀 但依舊順利為民除害 他們看到人很遠 他的家很遠 他就開始屁股都一直要彎了 大概是11月12月的時候最凶 蜂蜂窩就像家常便飯 擁有30年捕風經驗的胡敬毅表示 每年9月開始 虎頭蜂進入郊尾期攻擊性特別強 尤其今年台東中國地區 蜂窩數相較往年來得多 目前還有10個蜂窩有待摘除 只要危險的 危害到農民的話我會去抓 沒有危害的話就讓他在那邊就好 正值虎頭蜂逐潮劑 加上沒有颱風清洗 風潮穩定 卻也導致風遮事件頻傳 根據台東縣消防局統計 截至8月底 已經受理574件捕風 其中有15人招風遮傷 胡敬毅強調 當戶頭蜂進入郊尾期 就會出現主動攻擊 甚至群體圍攻的特性 呼籲民眾戶外活動要特別注意 謝謝山家會 言品相報導